欢迎来到论影时光 这次末节也正是最最大动人的地方 日本导演芷玉和在2008年靠步伐不停 获得了第三届亚洲电影大奖的最佳导演 而这部电影里也是靠着镜头中一个个微小的动作 真实的光线 消解了屏幕内外的距离 仿佛把观众带到了这个恒山家庭 霍暗的厨房里老婆婆和女儿在厨房里削着白萝卜的皮 老婆婆削完一根的时候 女儿还没有削到一半 就像所有的长辈一样 老婆婆拼命地夸着萝卜的食用价值 也不知道是说给女儿听 还是说来安慰自己 没想到女儿说自己平时不做饭 老婆婆愣了一下问他 那你问这个干什么 老公公以前是个医生 希望两个儿子都去当医生 只可惜大儿子因为救人所以牺牲了 二儿子又不爱学医 更让老公公老婆婆觉得丢脸的是 他还娶了一个丧妇的寡妇 老公公老婆婆一直念叨着 不该救那个人的 怎么可以为那么平庸的人丢了自己的命 还叫二儿子的妻子和妻子托邮萍 明明心里有几分喜欢那个媳妇 却只口不提对她的好感 尽是数落糖 这些看似的小恶 却带着浓浓的烟火漆 生活中哪有人会如圣贤一般 接受自己爱子为了救人儿子 又哪有人会真正的不嫌疾二婚的女人 电影里一段楼梯出现了很多次 老公公老婆婆在此散步 议论着儿子儿媳 期待着下次和他们的重逢 他们和二儿子经过楼梯时 讨论着对他未来的期待 希望能够让二儿子买一辆车 接父母去玩 以及他们死后 二儿子带着妻子 妻子女儿来扫墓时 经过这个地方时温馨的场景 好的生活剧 总是如此的平时 却又亲切 老公公老婆婆过世时 二儿子也没有买车 接自己去玩 孩子们也总是不按 你的人生规划 来过自己的生活 生活一是如此 哪会处处有精彩 生活带给我们的总是琐碎 小争吵和失落 但能说生活不美吗 幽暗的房间里 晶莹的萝卜 透过书页 洒到台阶上的阳光 父母带着孩子的喜悦 这些才是生活中的至美 我是小云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 略影时光